儿媳散遭婆婆区别对待 老公维护正义怒对老妈 以牙怀扬的正义天使老公 对自己各种偏见的婆婆 是真搞笑还是假旧本呢 今天 绑绑带大家聊一聊 网红夫妻纳豆 妈 你管孔雀要能啥呀 那这不是有红人吗 都没网红 那说都会了 我有我那本 会不会 去吧 啊 网红纳豆本是一个家庭的网红 凭借着杀雕剧情而走红网络 纳豆这个名字 是用了女主蛋里的老婆续豆 以及女儿娜的名字取的 可见她对自己老婆女儿的喜爱程度 本以为纳豆是个温情的家庭记录账号 没想到成了搞笑家庭情景剧 她有一个歹毒刁蛮的恶婆婆 在老公面前 她是关心而起的老好人 背后却是阴阳儿媳 不做家务游手好闲 这样的双标行为 谁看谁不恼火 但这个媳妇却忍劳人怨从未抱怨 双标婆婆就带着好脾气的儿媳欺负 但拿六丫破就反抗 纳豆的老公站了出来顶住了压力 作为一个标准的宠妻狂魔 但李表示 欺负我媳妇能忍吗 不能 书客人审不能忍 于是她开始了 母亲不让儿媳妇开空调 我来开 母亲不让儿媳妇玩手机 我来对 母亲不让儿媳妇乱花钱 我来花 用一样的方式和语气 对得自己老妈无言以对 用同样的方式 让你感受到我媳妇的痛苦 简直成了全网最大爽拒 多少人婚后婆媳关系恶劣 大多数都是自己老公的不作为 而大礼不论何事何地 都站在自己媳妇这边 甚至有时还要贿赂自己的父亲 帮忙一起欺负自己的母亲 那你又吃那些了 小屁子不吃了 你妈都得小屁离转了 他不给你 对了 对了 妈妈的 原情都失败了 我知道了 他妈给你点点肉 看来是交给你带谁的 小屁不盖 很多人看不惯其母亲的嚣张程度 网友纷纷评论 太起人还得多气的几回 这样的恶不破为人所厌恶 但看多他们视频的细节网友发现 自从这种剧目过来之后 越来越多人发现在他的视频中 充斥着类似做法 都是金色的拉财作死套路 妈妈骂骂咧 儿子又怂又要反击 这种剧情套路吸引了无数网友关注 堪称现代版真环传 又无脑又上头 但毕竟白善笑为先 很多人觉得儿子这一举动很不恰当 但当看到视频中老太太的操作之后 虽说感觉像是剧本 那只能说婆婆在剧本中表示的恶意很真实 简直比科班的专业演员表演的入目三分 但就爆料 纳豆直播时老太太还是很好的 眉目慈祥 从来没想过她会用这种方式攻击人 老太太一眼不合叫甩脸色 让无数人感觉回到了自己窒息的家庭 代入感满满 瞬间觉得纳豆老公对得好 虽然有这样糟心的婆婆 但仍有很多人羡慕纳豆有个明白事理的老公 除此之外 每个人都是温温柔柔 身主人要求将她老公挂上小黄车售卖 但很多人也质疑 纳豆夫妻虽然说如此恩爱 但面对这样刁蛮的婆婆 为什么还要结婚 即使我们从他的视频中就能看得出来 纳豆的老公是一个爱老婆的碎嘴 总是言不合叫后母亲抬杠的选手 也对得十分照顾 虽然纳豆被针对 但是作为国民好老公 绝不让自己媳妇吃亏 遇到这种万全比妈宝好很多 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质疑她抹黑河南 故意挂着河南的IP地址 分享的却不是正能量 而是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评论区不少网友都表示 河南的婆婆都是这样斤斤计较 不少网友认为 那都是在抹黑河南形象 但也有部分网友觉得无伤大雅 邦邦觉得 无论是剧本还是真实生活 如果真遇到了这种语言暴力的婆婆 大家还是放弃助人情节 快跑